各位上午好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又一次来到库布康的会场 我叫唐博来自蚂蚁集团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在极大规模的K8S集群里边 管理端到端的这个K8S Watch Event流程的故事 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说K8S的Watch机制本身 以及它在K8S体系当中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呢是蚂蚁内部针对K8S的Watch流程的SLI和SLO的设定 以及这个SLO的设定给我们的集群管理带来了什么 第三点呢是 就是针对这个Watch的整体的流程 整体的机制我们做了什么的优化 以及这些优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收益 最后是总结和未来的计划 就分为这四个部分 OK 那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就是K8S的Watch流程 OK在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花一分钟时间简单回顾一下K8S 就是因为现在K8S已经进入了它的第十一个年头 我们许多那个K8S的从业者也为这个云云生事业付出了时间和汗水 那么网上关于K8S的一些论断也好 就是或者问题或者调侃也好 就是K8S在现在的AI时代是否变得越来越无聊 越来越无趣了呢 我个人的答案是肯定的 主要个人的一些见解可能是在这三点吧 第一点就是K8S它本身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内核 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框架 就是Stable Skeleton 就体现在它的这个APS Over Scheduler 还有Cublet这一套本身的机制 然后第二点呢是K8S的 K8S的这个可扩展性 以及K8S的生态 就是它在存储计算网络 以及容器运行时 还有节点侧的设备 包括调度侧的这个中心化调度和节点调度 以及APS Over这边的健全机制和准入机制等等 许多地方都有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完备的可扩展性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 K8S本身的它这个设计的理念 就是非常的简单和直接 如果用就是中文来说可能就是面向中态这四个字来概括 如果用英文来说可能就是 You will get what you want 这几个英文单词就可以概括 就是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理念 就是K8S会让你达到你想要的状态 那么换一种这个思路 就是从TopDown的这个看法来 TopDown的View来看这个K8S的话 那么K8S呢它其实是一组自制体系的自制系统的集合体 就是首先Kubelet是一个自制的系统 它会把这个节点侧的状态打 就是包括存储网络以及其他的设备容器运行时的状态 达到这个节点的最佳的情况 那么调度器呢也是一个自制系统 调度器会根据全局的这个节点和POD的信息 并且根据集群里边的用户和Admin 他们的一系列的硬性约束条件 以及软性的约束条件 不论你这些条件是一个分配率还是利用率 还是说你自己设定了其他的用户定义的条件 然后来获取全局最优解 或者是一个局部的最优解 然后另外的组件就是各类的controller 这些就更加是一个自制系统了 它会不断的去调和 去帮你达到它的新的状态 那么这些希望的状态 什么就是中间的API server或者是ETCD 它会存储 会就是帮你去存储你定义的这个期望的状态 那么是什么东西来帮你就是传达 或者说传输这个期望的状态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 KVS的LeaseWatch机制 或者说就是这个Watch机制 在集群当中这个Watch事件会源源不断 从这个中心侧到各类的自制系统 然后来传输用户或者集群维护者 集群管理者的这个期望的状态 OK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KVS集群 那么在这个极大规模的KVS集群当中 这个自制系统可能就会从三个变成成千上万个 当集群的规模变大之后 这个Watch体系它本身的重要性也会放大的非常多 就是就像这张图示中所展示的一样 这个每一个白色的箭头就是一个Watch事件 它会从中心的这个组件会 每时每刻吧 就是会发送给各个这个节点侧或者是其他的组件 会来传输这个期望的状态 OK 那么当集群变大之后 就是会有各类的问题出现 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几类吧 一类是说这个节点或者Pod它们的数量会变得非常多 以及用户自定义的这些Custom Resource的量也会很多 然后在流量方面呢 中心侧组件APS Server或者是其他的 它本身承接的集群中的各类的请求会变得很多 然后集群的变化率也会变得很大 然后在这个资源的交付上 比如说Pod或者Service 它本身的这个创建以及删除的链路 它也会因为集群的规模变得很大 用户的需求变得多种多样 这个创建链路会变得非常的长 非常的混乱 然后第六点是说这个用户可以自己添加各种各样 它自己定义的这个Controller 给集群本身增加非常多的复杂度 然后第七点就是一个汇总 就是集群大了之后 这个用户他本身的行为 以及他想要的行为 会和集群管理员本身 期望他的使用的这个行为有非常大的差异 那么以上的这些 极大规模KPS集群里边的问题 其实都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Watch机制 会就是息息相关的 OK 说了那么多 然后我们现在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KPS Watch的流程 就是我把KPS Watch的流程分为五个小部分吧 第一部分就是API Server会从一体CD来获取数据 进行解码 然后格式转换 并且存到这个它自己内部的这个Watch cache缓存里边 然后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这个Watch cache缓存 它实际上是一个全局的Map 以及一个循环的数组 这个全局的Map会响应集群当中的各类的List请求 无论是集群中的全量List 还是说这个List by Namespace by各类的Selector 然后这个循环数组呢 是用于响应集群中的各类的Watch请求 就相当于这个缓存是分两个部分 响应了两类不同的请求 第三点呢 就是每一个KPIS组件的这个Watch或者Controller 它在API Server内部会被抽象成一个数据结构 这个CacheWatch的这个数据结构 API Server内部呢 会循环便利这个就是CacheWatch的这个数组 就是关于某一个特定资源的数组 并且给每一个CacheWatch 每一个这个对应的Controller 发送它对应的感兴趣的Watch事件 然后Controller这边它本身在收到这个事件之后 会也是会处理对应的这个Add, Update, Delete事件 最后它本身Controller的用户的逻辑 会不断的去调和从API Server这边收到的事件 然后让Controller或者是节点侧的这个状态达到它 就是本身用户定义的这个状态 OK 就是这个是一个Watch流程的简单介绍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进到第二部分就是说Watch SIO的设定 在Watch SIO设定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社区的已经变成Steady State的SIO 就和SLI分别有几种 就是可以看到这张图目前社区里边已经进入到稳泰的SIO一共有三个吧 一个是说这个Mutating API Code就是这个写API的这个SIO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Read-only API Code就是Duo API 第三个呢是这个就是Startup Latency就是本身POD的交付时间 然后排除这个United Containers以及这个其他的像镜像下载的这些时间 那么这三个SIO对于我们集群管理者或者对于用户来说是否是足够的呢 那答案是否定的就是它是不够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三个SIO它本身设定的背后的这个User Story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边的User Story就分两类 一个是As a User就是作为用户 一个是As an Admin就是作为几群管理者 然后它其中出现的关键词除了KVS之外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Guarantee的这个词 就是作为KVS本身的用户以及集群的管理者 大家都想要一定程度上的保证 就是你既想给用户一个保证 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 然后你也不希望用户把你的集群给进行一个就是某种程度上破坏吧 那么在这三个SIO的基础之上 就是我们这边内部增加了一个SIO 就是Watch本身的这个链路的端到端的SIO 这个Watch本身的SIO以及这个SRI的设定呢 我们是将它定义为每一个Watch Event从它进到APS Server开始 然后一直到这个Watch Event离开APS Server内部的那一刻为止 这个是设定为它的这个Time Span 就是这个Watch Event它的生命周期 就是在APS Server内部的生命周期的这个Time Span 然后它的SIO度量呢是指在这个最近一分钟 然后以99分位 对就P9999%这个分位来度量这个SIO 那么内部的我们设定了这个SIO的指示说 P99的Watch Event Time Span小于一秒 对 右边这张图就是刚才说的那个Watch流程 然后它的起点是这个地方 终点是这个地方 可以说就是在我们内部的实践当中 这个Watch本身SRI和SIO的设定 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社区的这个KPAS的SIO puzzle里面 就是相当于可以补充了最后一块吧 就fill in the last missing piece of Kubernetes SO puzzle 对 然后基于这个Watch SLI和SIO 我们其实发现了很多内部的这个大规模KPAS集群的问题 就是可以某种程度上稍微夸张一点说 几乎任何一个内部KPAS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在这个SIO当中 就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几类就是首先是这个服务端 就比如说API Server它本身作为中心色节点它的一个性能问题 然后其他的还有各类的客户端问题 像这个客户端的资源瓶颈问题 以及客户端它本身业务逻辑写得非常重 它会有各类的代码问题 还有这个客户端它本身的编辑码问题 以及客户端的这个就是错误的使用问题 就是Watch RW等于零这种使用问题 还有各种release的问题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整体的这个网络相关的 就比如说整体KPAS集群的带宽问题 以及多个这个客户端的TCP连接 在汇聚之后会成为一个TCP连接 然后导致这个TCPbuffer满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可以说这个Watch SSO吧 就是它是集群健康度 就是集群这个本身运行的健康程度的一个 几乎完美的这个指示器 就是Near Perfect Indicator 那么当用户或者是集群的管理者 看到这个Watch Response Time 它本身的延迟增高之后 实际上它就是代表了集群的某一个地方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来分享第三部分 就是说针对这个Watch本身的 在大规模KPAS集群当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优化 就是当我们最初加上这个Watch SSO的指标的时候 在蚂蚁内部这边万级以上节点的这个KPAS集群当中 它的延迟是非常大的 就是平均可能会到P9910秒的这个样子 甚至高的时候会有分钟级 这就是代表你在交付一个Pod 就是用户在创建一个Pod的时候 这个Pod从被Apply到集群当中 到这个Pod变成Running状态 这个整体的流程就是可能会让用户等得非常长 尤其是在这个大数据离线业务的这个场景 包括现在这个AI推理的这个场景 在这些场景下 这种Pod的交付链路的非常长的延迟 对于用户来说就是几乎是不能忍受的 那么就是针对这个本身在极大规模当中 这个Watch机制的问题 我们就是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吧 这个是我们优化的就是一个大体的方法论 就是大概是分为这几块吧 一个是数据结构的优化 然后一个是这个所力度的优化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说在这个计算逻辑计算量 以及这个数据产生产出量里边的优化 第四点就是说有一些异步的计算 第五点和第六点就是 也是和这个整个流量的带宽相关 以及这个API所内部提供一个合理的缓存机制 大概分为这几部分 那么接下来 就是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做了什么吧 我们做的这个优化 我只是大体上分成了 分成了四个子部分吧 第一部分是API server这边作为服务端的优化 就是这张图的左边那个图 就还是刚才 就过的那个简略的握指机制 其中标红的这三个框是优化点吧 这三个优化点 分别对应着右边的这些文字 左边这些文字 就是第一个是说 我们把这API server本身 Watch cache的数据结构 进行了一个改进 这个改进直观上来说 就是把它的缓存 从一个整体的缓存 改为了按照namespace 来进行划分的一个分片的缓存 这个它的收益点就是说 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本身用户 去进行list的请求 还有写请求的并发量 因为就是内部的用户 很多他们的业务都是按照namespace 来进行划分的 那么每一个业务 它只关心自己namespace里边的数据 所以分片之后 就是让他们访问 缓存那边的这个数据的并发量 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然后第二点呢 是说本身的Watch链路中 有一些耗时的操作 就比如说产生WatchEvent的过程当中 它会生成 就是生成每一个WatchEvent的 LabelSelector和FieldSelector这些字段 这些字段的生成会比较耗时 那么我们是把这些耗时的操作 放到WatchEvent这个链路里边的 比较靠后的位置来进行 这个一步计算 就是降低了锁的力度 第三点呢 是一个可能是社区 旧版本遗留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社区为了兼容非常旧的KBIS版本 有一个Watch 并且Watch的ResourceVersion 等于零的这个API 就是还一直残留着 然后这个API其实在内部 在KBIS内部实现 它会返回这个全量的 Watch开始的数据 然后把它返回给用户 但是用户根本不知道这点 他们就只是这么去用了 他们也不需要全量的数据 所以是我们也是把这块进行了优化 然后最后一小块就是说 我们把API Server给各个这个Watcher 就是CacheWatcher这个内部结构 它推送数据 推送WatchEvent的这个模式进行了改变 从这个那个那个循环的便利模式 变成了这个迟化的Push模式 对这个是服务端这边我们做的一些改进的点 然后客户端这边呢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改进吧 这边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改过 就是我们内部给用户提供了一个 那个自己定义过的 就是自己开发过的一个Controller Runtime 这个Controller Runtime里边提供了 就是各类的内部功能 然后跟Watch相关的功能呢 主要就这两点 一个是说社区版本的这个Controller Runtime 它从内部缓存的这个Indexer 它其实LabelSelector的这个List的实现 就是比较耗识 就是它会直接把数据便利出来 然后把每个数据都过一遍LabelSelector 然后我们是相当于就是加了索引 然后提供了这个List by LabelSelector 这个快速查询的这个方法 第二个点呢 就是说当这个Controller 它在从APSOR收到WatchEvent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一步并行解码的这个方式 就是相当于提高了这个WatchEvent解码的并发量 那么就是基于我们内部的这个Controller 就是也有就是基本内部的Controller Runtime 我们内部有很多Controller 就是进行了这个优化嘛 然后一些社区的Controller 由于是基于Client Go的 这个我们也是就是针对Client Go进行了优化 然后改了对应的这个社区的这些Controller 然后对刚才是服务端和客户端的一些优化 接下来就是带宽相关的一些优化 这个带宽相关的优化主要分为两类吧 一类就是说社区提供的这个Slicing的机制 就是我们比如说网络方面把这个Endpoint 给分成Endpoint Slice 这样当节点策的组件 比如说Cublet或者Cublet Proxy 就是说他们在关心的这个节点 就是网络相关的信息的时候 他们只用去关心他们想要的这些信息 而不是去关心这个全局的信息 这是这是社区的这个Endpoint Slice 那么我们对应的这个使用方法 就是用户有很多自定义的这个Custom Resource 然后这些Custom Resource 我们也把它们进行了这个分片的机制 就是为了减小带宽 然后第二点和第三点 其实都是和Cublet相关的 这个就是单纯的去减少Cublet访问API Server的流量 就是Cublet里边的 它目前的版本对于每一个 对于集群当中的每个Service 它都会去leaseWatch 这个在万级节点的KYS规模上 会产生非常大的流量 以至于就会把这个 就是API Server或者是Load Balancer 就或者前面的这个 负载均衡器的这些带宽给它满 那么为了降低这一部分的带宽呢 我们是就是对把Cublet 它的这个它所关心的Service的量 给改为它就是只关心几个极少数 它必须需要去服务发现的这个Service 然后把这些Service写到对应的POD的那个环境变量里边 第三点就是说针对这个也是流量问题 然后这个Watch的这套机制就是如果一个Watch请求不成功 那么紧接着的下一个请求 就是尽量去用Watch来进行 而不是尽量去用List来进行 这个就相当于是 简单来说就是能用Watch就别用List OK 这是第三个部分 那么还有第四个部分呢 是一些配置上的调整 或者是metrics上的这个补权吧 就是Watch cache size这边 就是我们针对像集成中的关键资源 像POD Node 还有用户定义的 对于它们比较重要的这个Customer Resources 还有一些confirm map之类的这些 进行了就是静态或者是动态的调整 然后还有两个就是添加了对应的两个Watch metrics吧 就是比较关注的两个Watch metrics 一个是Force and Close 一个是它本身Watcher发生这个Release的这个包错 然后还有一些集群内部的规范 就是比如编辑码的规范 像user agent的规范 这一类的改动 那么OK 在这些改动的基础上 我们就是达到这个效果呢 是说从APSR 就是从一体CD到APSR 缓存这一部分的延迟 在万极节点规模的这个KPS集群里边 可以P99从3秒左右达到100毫秒的级别 然后Watch事件 在APSR内部的这个流转的时间 P99的话可以从5秒级别到500毫秒的级别 然后带宽相关的话 就是说对带宽相关的话 在我们这边就是可以从20GB到7.5GB这个量级吧 还有一个就是本身POD的交付时间 在1000个POD并罚的这个创建 以及并罚的交付的这个时间 就是大概有30多秒到10几秒 就是60%左右的一个提升 另外就是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说这些数字看起来 就不论是5秒到500毫秒 还是说是60%的这个POD交付时间的提升 它其实都是在大规模集训当中 它都是一个成倍的一个体现吧 就是POD交付 它实际上可能每天就会有10万个POD 享受到这60%的交付时间的提升 那么对于握持疑问的本身 在集群当中 它可能每天就有11个握持疑问的 享受到了这个5秒到500毫秒的这个优化的提升 最后就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总结其实就是把刚才的列了一遍 就是我们这边有内部使用的这个握持SL的机制 它对于整个集群的稳定性 以及这个可扩展性 就是给了就是有挺大的帮助 作为这个集群管理者或者集群用户来说 然后在这个整体的握持的RT 以及这个客户端的稳定性 还有POD和各类资源的交付时间当中 交付时间这一点 以及这个APS Server 它本身的带宽的削减这一点 都有两倍或者是10到90倍的这个提升 并且它是就是positively offense 就是就是那个每天正面的影响了 数以11季的这个watch event 并且我们的用户像Alipay的这个广告 还有搜索 还有风控 以及HPA 就是调度这边都是 受到了这个非常正面的反馈 然后这个也在我们内部支持 阿里巴巴和Alipay的双十一 最近几年也都是平稳成功的支持 OK 那么最后再回到我们最开始 第一页讲的就是说 K8S本身的设计理念 就是You will get what you want 那么经过我们的这套watch的机制的 这个SLO的设定 以及我们的这些优化 就我们可以说它现在变成了这个 You will get what you want very soon 对 OK 然后就是说之后的一些计划吧 上面那些优化是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在集群中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客户端的这个代码的改进 客户端的这个资源消耗的改进 以及我们这边服务端的这个watch hash 是本身的一些调整还有ETCD握持的这些保证 包括一些就是集群流量的这个观测和和这个分析 还有这个高版本的K8S特性的一些 就是集成回内部版本的 集成回我们内部版本的 就是这些都是后续需要做的一些东西 那么对 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最后的最后就是 作为一个那个微小而美好的祝福 就是把这句话送给 再做个You will get what you want very soon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对 OK 你刚才说到是在 在controller runtime里面做了一个 的label selector的优化 对吧 对 我是想问一下 你除了在client side做的这个优化之外 在server有没有这个对应的 optimization的空间 就是因为server server这边其实也需要 在label selector去list一下 根据label去list的时候 就是server也会处理大量的label 这里有没有做一些 储存结构的一些优化 有的 就是您是想问 就是说在客户的 我们这边做了label selector的优化 然后在server端 是否有对应的优化 对 有的 就是我其实是 对 我这边没有分享的nmc 就是在server端的watch cache这边 我们就分析了内部的流量的pattern 并且根据这些流量的模式来添加了合适的锁印 就是也有一样的这个index的增加 然后label selector这一点 就是其实是针对社区controller runtime 它实现上可能它漏了一块吧 就是它只提供了field selector的这种锁印加速的查询 并没有提供label selector的锁印加速的查询 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label selector是一种比较 depend on业务的一种client的一种实现 所以是如果不同的client 有不同的label selector的使用的知识的话 其实是不是在server上 是不是比较难去做到这个 是不是想了解一下 你们有什么的比较怎么去进行 怎么去做一个data structure 能够支持不同的label selector的使用机制呢 就整体的data structure的话 在server side的话 还是主要延续社区的这个watch cache 这条缓存的机制 然后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不同流量下面的这个 所以就是根据用户的使用方式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在server端来进行了一个流量的分析 就是日志分析吧 最开始的最简单的就是日志分析 来把这些常用的流量 不论它是这个离线的大数据计算任务也好 还是其他的AI的任务也好 就是把它们访问的这个模式给记录下来 抽取出它们去主要使用的这几类的selector 然后把它添加到API server的缓存里面的锁印里面 OK 我们就先 好 好 好 你好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是在单极群多大的规模下遇到的这个 这个离线或是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当前蚂蚁它的那个单极群规模现在能做到多大 我们这个遇到问题就肯定是万极节点以上就应该在1.5万以上 那个Pod的量级方便说吗 Pod的量级就几十万吧 对 他其实除了和量级就还要和这个集训中不同资源的变化率是直接相关了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那个你们在这种做万极节点的情况下面 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说要做到万极节点 而不是说我的万极节点可以缺分成多个集群这样去做呀 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去做这么大的集群 好的 就是这个其实有好几点 第一点的话是说我们本身最开始在构建K&S集群的时候 并没有对各个业务方的这个使用来进行一个准入机制 就是从历史原因上来讲 就是用户他希望用资源 然后我们就提供给他资源 就是面向用户的一个资源供给方式 这种方式会让集群就是逐步变大 这个是第一点吧 第二点的话就是之所以选择这个大的集群 是因为在蚂蚁的一些业务 就比如说支付宝上面的借位花卫或者蚂蚁森林 他们有一些业务就是有这么多的Pod的需求 并且每一个Pod他就是希望打散 就是他他就是希望那个每一个node上只有一个Pod instance 这是这是业务方的需求 然后第三点来讲就是就这个整体资源利用率上来讲 就是集群规模变得更大 可能便于我们来实现 就是或者实施一些这个利用率提升的手段 比如说就是可能大家都在搞了一些混布啊 或者是说像潮汐混布分时调度的这样手段 在集群规模大 然后业务比较复杂的时候 这些调度上利用率提升的这个功能用起来 可能效果会更好 就是大概分为这几点 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这么大规模集群的时候 那每一个节点的平均使用率 你们大概可以达到多少了 就是CPU and memory 这块 这个我因为我GPPT里边就是没写这书 我不确定我们让不让我说这数据 就是这可能稍微有点敏感这个 对 我不是不知道 我肯定知道 不太方便透露 我可以看到吗 你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前面 就是说那个watch的slo那块 就是说你们那个watch的slo的span 是从client就开始记录的 还是从APS server开始记录的 然后你把这个提交之后 然后它的握持世界的推崇 又是一个异步的 那你比如你的span的上下文 又是记录在哪里 它怎么能把这个异步的span串起来的 对 而且包括比如说 那我怎么能快速发现 比如你SIO破现了 对吧 SIO出现问题了 你怎么能快速定位到 是哪一个client的 甚至是某一个client的 某一个机器的IP导致的 对吧 它可能不是一个用户的通用问题 你怎么能快速的定位到 是某一类的 就是这些client相关的问题 而不是你本身soro的问题之中 好的 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本身的这个timespan的定义 我们目前的这个定义 或者说在用的这个定义 是指在APS server内部的 然后对 您第二个问题是说 这个它的上下文context是如何来记录的 就是记录到了那个每一个watchevent里边 你们是改了那个event那个struck的结构 对是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端到端的话 就是也有就是因为 也可以让这个客户端来收到这个watchevent之后 它反解析一下这个时间戳然后来计算一下 不过改动量比较大 涉及到客户端 所以就没有去推动各类客户端 然后第四个是说这个问题如何如何去就是告警和定位 告警就是按这个metrics直接告出来 如果soro在一定时间长度破线之后就直接告警 定位的话其实有挺多的 因为确实遇到了很多相关的问题 就是定位的话如果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可能就是 如果我们发现有多于一个或者是三五个的这个节点测 或者是controller的客户端出问题 那么我们先去找中心测的问题 如果只有一个controller有问题 那就一定找他的问题 OK就你刚才说你们那个controller runtime是做了一些改动是吧 能在那里面比如统一的把client的那些数据把它断到断的加进去吗 对可以的可以的 其实我写到这里了 只是我们提供了这个功能 但是用户用不用一个是在他们那边 另外一个是客户端的 这边就是客户端实在太多了 它本身的metrics采集对于普罗密休斯或者SANOS的存储压力也就是影响非常大 OK 我还有问题就是说 方便透露一下就是那个paw的端到端的这个握持吞吐能有多大吗 比如说一类资源 比如说炮的或者某一类资源它端到端最大握持吞吐在一个单机群里面能有多大 我这只能说大概量级可以吗 可以数量级吧 应该每分钟在 几万吧至少 几万是吧 就是我了解就是说APS Server它的那个对于握持事件推送它本来是一个串行的链路嘛对吧 我想问你说你刚才提到了说APS Server那些链路你们做了一些是一些并发的一些改造是吧 对 一些优化是吧 我想说是通过什么是通过Namespace吗还是啥 还是说就是通过一些分片或者什么的逻辑做到的 您说推送机制是吧 推送就是简单的一个迟化 就算优先级迟化吧 可以这样 它还是一条一个队列是吧 然后你是做了不同的优先级然后推送的不一样是吧 就是你怎么保证 你并发的去推送 你能保证它推送的收到的这个握持事件这个顺序是有保证的 对可以认为是多于一个队列 就是有一些是高保的客户 有一些高保的客户段 一些是普通的客户段 OK 也就是说你的顺序是一致的 只是说你推给不同客户的队列是不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说只是按 还是说按事件本身去做这个分队列呢 还是说 就是按客户端来分的 然后事件的顺序是一样的 OK 然后就是说还有一个我们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对于CRD对象 他默认是用的那个Jayson的序列化嘛 对吧 然后发现CRD这种握持 他一旦写的吞吐比较高了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那个CPU利用力特别高 因为它跟那个ProBuffer它不一样嘛 它整个次元利用力比较差 包括它的握持卡需要的也比较那个 所以我们对于CRD这种握持的吞吐 好像就是它比其他的要低很多 对 你这方面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优化 包括握持卡size 它不同的CRD它配的可能不一样 对 你怎么能做到同用的 就是说我每一个对很多CRD都能同用的 还是说我是发现一个去改一个这种 我是开了size这种东西呢 目前关于CRD的watchhash这个 我们还没有一个特别通用的解法 确实是在分析流量之后设立一个合理的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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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